第一首是一首快歌 在寫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 是有一種 好像很憤怒的感覺 因為 首歌叫做 你根本不是我的誰 就是說 你根本不是我身邊的任何人 但是呢 在寫完這首歌之後 我才發現 原來 我為什麼會對一個人 有這麼大的憤怒呢 為什麼會覺得 他根本不是我誰呢 其實 原因就是來自 我對他有太多愛 有時候我覺得 這件事都是很適合 唱給一些 很奇怪的 身邊的朋友聽 甚至乎可以唱給一些觀眾聽 因為 有時候 在台上很賣來這樣唱 但是觀眾都不給反應的時候 那時候 就會最害怕 但這件事 今晚都好像有點反應 大家 這件事是很適合 唱給你們聽 因為 其實 台上的歌手 對於觀眾 有的愛是最多最多的 送給你們這首新歌 每次都要當一點的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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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當一點的頭 都要當一點的頭 我才會有勇氣 你能不能抬起頭 永遠不是我的誰 絕絲唱著我的結尾 永遠不是我的誰 卻總是讓我表演淚 我踏著一把雙腿在發抖 你才會可靠地丟個球 我踏著這把雙腿在發抖 I say no more 手持著一摘 能伴不成有眼淚 對你再好都是白費 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讓我回來 你慚愧 看後裏就自然了依舊 我隨時又在為你生活 你根本不是我的水